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大家好 今天剛下班 然後現在要去一個 義大利朋友家煮 義大利腳 跟義大利麵 所以身上背了很多東西 有啤酒啊 還有字面機啊 還有上次沒事玩的帶薯肉 還有帶薯肉 對 所以想說去義大利人家煮 做義大利麵腳應該是挺有趣的 對 現在凌晨 所以等一下會是晚上 現在哪是凌晨 現在是下午 現在是下午 講錯了 好累喔 就這樣啦 平常走去他家 大概我自己去的話就 都溜滑滿去 就五分鐘左右到了 嗯 而今天走路 所以可能要十五分鐘 然後跟他約 五點要去他家 我們剛出門就已經五點了 今天的目標就是 讓小路 讓小路 學會做Refioli 讓正統的義大利人 教我如何做 義大利腳 和義大利麵 雖然也不知道他到底是 夕陽好像很漂亮 夕陽西下 烏盆老樹 霧鴨 魂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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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橋流水人家 這邊 好的 大概十分鐘過去了 所以我們就已經 來到他家了 他在這裡 中間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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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很幸福 你試過 很珍惜和很尊重的芝士 不只是任何芝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已经吃饱喝煮准备走路回家 我今天做了意大利面 你人生第一次意大利面 其实做了之后觉得 好像只要面粉和水的比例对了之后 做意大利面其实是蛮疗愈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那边可以做出不同的形状 味道的话今天有 里面那个馅料的味道我觉得是蛮重 它也加了很多起司 然后那个肉其实是用那个 香肠边边剁下来那种碎肉把它打碎 所以也都是有调味过有烟熏的那种肉 里面因为放了大量的那个起司 然后那个起司味道真的很好 很好 但我以为这次做那种意大利角 Brendo教小路做的话会很像是做得很漂亮的 但其实好像是走一个比较家庭式 家庭代工的感觉 就是每一颗都不一样大小 但是却有一种很平易近人的感觉 今天其实主要会去他们家吃饭 就是因为Brendo他买了几颗很好的松露 所以想要跟我们分享 所以我们做了一些菜可以搭配松露 那当然那个意大利面我们就share了松露在上面 但今天让我们最惊艳的是甜点 我们做了松露的奶酪 这是我第一次松露吃甜的方式 我之前只有看到报导说松露可以吃甜 我看过一篇文章它说松露啊就是 非常适合跟任何乳制品一起搭配 比如说做起司或做成松露奶油Butter 就是因为这些乳制品好像都能够 然后把它的特点强烈的带出来 我原本问Brendo说我们要不要做一个像是 Rice Poutine 我觉得应该也有一样的感觉 然后现在其实我还蛮想睡觉的 因为一整天工作 然后到现在晚上 我还好 你还好 我觉得吃了一个很棒的一餐 觉得开心 虽然花了很久的时间 然后我们住的这个环境 晚上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超级安静 然后很舒服 真的有一种在国外的感觉 真的就是国外 不像 因为住在那种city里面的话 晚上就一样很热闹 然后都是商店 嗯 好啦今天这一集就是 跟着意大利人选做意大利教 的一集 对 希望 还算有趣啦 对啊 分享那边的生活 对然后一样跟煮菜有 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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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不是我们做 对 大家今天就晚安啦 然后下一集 还是没想好要拍这个 我们边走边看 再见 再见 再见